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学艺词难就是有一些蛮重要 但是一般书上或者是视频或者是英文课在学校比较少学到的 也就是说我自己整理出来的就整理出来的 又整理嘛 自己整理就跟人家不一样嘛 就是一些秘籍啦 就等于是秘籍啊 只是说这个英文秘籍是有系统的 讲各个啊 你去看就知道啊 那这个学艺词难就是 比较没那么系统 就是一集一个点啊 这个有人喜欢看啊 连续看几集 有的人觉得啊 这个很枯燥 喜欢看一次一个点 一个亮点啊 每一集一个亮点啊 这个就像一个亮点一样啊 这外面 外面一般视频啊 或者书啊 就是一定会有提到这里面的东西啊 可是可能就是不一样啊 不一样 你多看一点就知道啊 都是我 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整理出来 根据自己的经验 就觉得蛮重要 可是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啊 欢迎小儿赞助啊 如果你有能力或欣赏我频道的话啊 另外请分别订阅我三个YouTube频道啊 这是这个英文学习词的 英文秘籍 创词宝典啊 什么叫同音一字 就是说 两个单字它的发音一样 是完全一样 有些范例 这范例也不少字啊 当然不敢说包括所有的啊 就是很多字啊 拿出一些范例啊 那这些字啊 而且这个带一点趣味心 也带一点知识性啊 因为你平常念英文啊 英文程度还不错 就觉得好像这个字跟那个字同音啊 好像是啊 又不确定啊 或者程度再好呢 确定啊 百分之百确定啊 就算外国人啊 美国人嘛 他也说 很多字是确实同音啊 他挂保证 他母语嘛 到底有多少字他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程度好一点的人啊 就是也不要妄知菲薄 也不要觉得外国人啊 就一定好 他英文一定好 那英文他好事当然一定好 他母语啊 讲得顺嘛 从小讲到大那不好也就奇怪啊 讲得很顺 发音基本上标准 可是他不一定程度好 所以我一直强调啊 这英文使用啊 使用得很顺 跟程度好不好 是两回事啊 外国人这个 就是母语的啦 他都很吓人 一讲出来 你就投降一半 外国人嘛 一看到外国人就是挨了一截 他程度不一定那么好啊 当然这要英文程度好一点才能去判断啊 一般的英文程度普通的 一看外国就说 输啊 输了 输了 我输你啊 你是外国人 金毛输了 我输你啊 我们讲程度啊 就是发音一样啊 我们就把它整理出来 像这个 我顺便有时候这个发音啊 我顺便讲一下啊 air 空气啊 air 跟继承人的air啊 是发音一样的 这英国人啊 很多就是h不发音 尤其是英格来 伦敦那边很多不发音 h不发音 那到了美国啊 每次发音啊 有些就是学过来了 有些没有啊 所以每次英文里面发音啊 有些h不发音 有些发音啊 像那个毛发 hair啊 它就h发音 像这个air啊 h它就不发音 还有每一小时一小时 l它也不发音 所以很乱啊 那英国也干脆啊 很多h不发音 可是h 它是和啊 和的音 都发音很怪啊 所以这个两难啊 它这是卷舌卷一半air啊 你不要念成啊 不卷舌ear ear就错啊 或者大卷舌ell 也不对 它卷舌卷一半 所以a的发音最乱 所以air空气跟air 机车的发音是一样的 allowed是副词啊 很大声的 这个allowed呢 是遵循 两个发音一样 allowed allowed 发音一样 这改变呢 order 跟祭坛啊 现在比较少了 古代有这个祭司啊 祭坛 outer ltr ltar 两个是发音一样 order 都一样 ascent 是同意啊 那当然英文里面有很多字啊 都表示同意 啊 就是叫同意字啊 静意识 另外意思完全相反 叫反意识啊 这都是学问啊 都是程度啊 那上升呢 这是名词 ascent ascent 这同意跟上升啊 都是发音 ascent 两个完全一样 所以这个发音同样啊 当然这个也不好啦 会造成障碍 人家会听成别的字 所以这要看上下文啊 就要整个句子念完啊 一般的句子发音 每个字发音都是独特的啊 那一听大概就知道 当然还有一字多意的问题 那很复杂 如果同意字啊 就是耐心听完啊 它到底是讲改变呢 还讲祭坛呢 到底想同意还上升呢 到底是要大升的呢 还是准许啊 这是要 所以这些字就造成一些 一些困扰 一些困扰 报 球啊 所以这个一字多意啊 它报是球啊 也可以是 舞灰 跳舞舞灰 可是呢又是比较正式的 大型舞灰 所以一字多意 它意思很多 它这卷舌音啊 报 跟那个报 咆哮 是完全一样 这个很多人就不知道 所以报 发这个音啊 可以是球 打球 也可以是大型舞会 也可以是咆哮 大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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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尔呢 这熊啊 这反应贝尔 赤裸裸的 或没有 就是比如说 人没有穿衣服啊 你这个房间啊 完全没有装潢啊 然后这个树 这个树啊 冬天了 没有树叶了 都是贝尔 所以这个英文单字啊 学问很大 所以这个Bang 也可以是熊啊 也可以是赤裸的 Bass B-S意思基地啊 路径基地啊 也可以是棒球啊 一垒二垒三垒啊 也可以是Bass Bass就低音啊 蓝低音啊 主要是讲蓝低音啊 也可以是弹那个低音吉他Bass 所以我们这个Bass啊 就从这过来的啊 发音都是一样啊 基地跟低音啊 这个发音都一样 Barry 我们一般会讲埋葬啊 Barry 没有问题 可是它也是莓果啊 当然红莓 蓝莓啊 什么什么莓啊 不同颜色的啊 草莓啊 当然要加Blueberry Strawberry Redberry等等啊 所以它这个埋葬啊 跟这个莓果啊 各种的莓果啊 这种都蛮好吃的啊 这个水分很多 软软的 也可以做成果酱 做成果汁 都很好啊 都是发音Barry 这也是卷舌卷一半 Barry 像你看这个Bass 就完全不卷舌啊 Bass 这个Barry 发音就不一样 这卷舌卷一半 像苹果呢 Apple 大卷舌 那Blue Blue意思啊 哇 这蓝色啊 犹豫啊 天空啊 蓝领阶级啊 加S就变蓝调啊 Blue 还有忧伤的 难过的 意思很多 又可以是 形容词 又可以是名词啊 这跟那个Blue啊 这是 这是过去式 原行动词 B-L-O-W 吹啊 吹口哨 吹口琴啊 吹乐器啊 这个 吹气啊 还有这个 也可以说打击啊 这意思很多啊 所以这个蓝色啊 跟吹 它的过去式都是Blue 当然Border Border是边界 边界Border 那可是呢 这个Border 技术就是 技术在人家的旅馆 技术在人家的家里面 就是可能给钱吧 就在人家家里睡觉 就是有个地方睡 或者是人家还提供 早午餐 散餐等等 技术者 这两个音都一样 Border 边界技术者 Border 这个Bow是鞠躬啊 这个Bow Bow 翻译有两种啊 所以 我们这边讲的是啊 不同的字翻译一样 那另外一种情况是 一个字翻译两个 两种啊 两种啊 像这个Bow 是鞠躬啊 如果你说那个弓箭啊 射弓箭的 那就Bow 还有传手啊 传的 传的这个 最前面的地方 也是Bow 所以他这个 Bow本身 可以念Bow 也可以念Bow 鞠躬说念Bow 跟他同意的是什么 Bow B-O-U-G-H 树枝 Bow 你看 所以你念Bow 你念Bow Bow 要看上下文 到底听他 到底是要讲鞠躬 还讲树枝 多听 多听几个字 多听一下才能分别 光是讲一个Bow 那不行啊 那听不准啊 你说鞠躬他说树枝啊 你说树枝他说鞠躬啊 你说错啊 Bow 一般讲男孩这没问题 可是有时候他就不是男孩啊 就浮标啊 浮标啊 就是游泳 有这个 这个 有这个海边啊 到海边游泳啊 他弄个浮标啊 表示你不要超过那边啊 或者浮标 有些科学研究浮标啊 除了浮标 他也是那个什么 也是那个救生圈啊 救生设备就可以浮起来的啊 反正 Bow 就可以浮起来的啊 所以后来变成浮标 也可以浮起来的啊 游泳圈也可以啊 各种救生设备 只要可以浮起来的 这Bow 这两个字发音一样 Brick 一般是这样 刹车 刹车 汽车刹车 可更打破 Brick 这两个都常用 B-R-E-A-K 可以更常用啊 所以这个Brick 可以是 这两个音都是Brick 同音 But 但是 这个没问题 谁都知道 可是他也可以当 这个另外这个字 But 多一个T 也是 发音一样 就是相邻啊 相接 靠近 可是你看 一字多一啊 别的意思 就完全没有 靶子 射靶 打靶 你看这个 B-U-T B-U-T-T 发音都一样 这个Buy 买东西啊 B-U-Y 没问题 念Buy 跟着在旁边Buy 两个一样 所以 人家一点Buy 到底是买东西啊 还是这个 借其词啊 所以 拜员很多 职信啊 借其词啊 负词啊 他的音是一样 Capital 一般讲首都啊 这个没问题 首都 可是也是国会大头啊 Capital 这个打错字 这是O 国会三庄啊 你看 他这个 一个发A 一个发 这个一个选声 A一个选声 O 可是发音是这样 Capital 两个 所以到底是 讲首都 还讲国会大楼 但国会大楼 一般是讲美国的 首都 是各国的 首都都一样 都是Capital Capital意思也很多啊 首都啊 是没问题 Capital 也可以是非常棒 Burl 也是Capital 也可以是资金啊 钱啊 资金啊 你看这个意思都很多啊 Seller 一般这个 C-E-L-L-A-R 是地下室 它也可以是卖方啊 Seller 卖方 这里看 地下室卖方 当然 这个字啊 每一个单字 不止这个意思啊 也不止一个词性啊 我连词性都没写 就是我们重点在讲说 两个字发音一样啊 但是我这边写的中文啊 并不代表只有这个意思啊 因为重点不在这里 全部写出来 我也累啊 你看了 头回眼花 所以我们只是拿一个 最常见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支多义 一支多词性啊 一些相关的观念 Sent 一般是一分钱啊 而且一分钱都没有在用啊 这美国也是一脚钱啊 至少一脚都没用了啊 这个就是一元啊 但是在美国常常 99分 18块.99 但没关系啊 他们一般就刷卡没差嘛 还有这个开支票没差嘛 或者用手机啊 就刷都没差嘛 所以以后人家就说这个钱啊 现金的啊 这个实体操票的没用 其实这是对的啦 这是对的啦 因为钱是脏嘛 上面细菌很多嘛 你刷卡啦 支票啦 刷手机啦 其他的方式 线上转账啊 这些就是比较干净啊 就是没有什么账的 所以钱当然最好不要用 可是有时候钱啊 方便 有时候你信用卡 忘了带了怎么办 就是大家习惯了 还是这个身上带一点 钞票或带一点 可是那个当然是脏啊 很脏 所以钱很脏啊 这个马桶 马桶盖很脏啊 假的 细菌都看不到 都是一大堆脏东西啊 Sent 它跟派遣 发音一样 Sent 一分钱 派遣 Sent 跟Sent 这个香味三个字 三个字都一样 发音都一样 好 我们把讲这个 Site 我们一集不要讲太久 太久的话 大家会失去耐心 讲到这个Site 然后下一集从路线开始 Site 你看 引用 Site 还有地基啊 或者一个地点 Site 或者Site 视力 你看又三个字一样 都是念Site 所以 到底人家一念Site 到底是引用啊 地基啊 地点啊 视力啊 那要看 看上下文 看多念几个字 好 这一集啊 上集先讲这边